今天跟Marcus开始学二级考试歌 A1,Allegro Allegro的意思是很开心、开心、轻快 除了快之外,心情也要很愉快 这首歌是Thomas Edward 另一位作曲家是作曲的 他是一位英国作曲家 以及一位管风琴家,属于古典时期classical period 的音乐家 他去过意大利学习 以及他是莫扎特的学生 在维也纳跟莫扎特·Mosas学习作曲 后来回到英国 教皇家的公主和王子学习音乐 这首歌是很像莫扎特的音乐 风格非常像莫扎特风格 真的很好听 你以为是在听莫扎特的 很好听 好像很容易唱到的 我们要看看他的调子记号有个什么sharp Fsharp 看看最后先 回到G音 套力就是G 你猜是什么major呢? 这里也写了 Cenatina No.1 in G G 大调 G Major Scales 是一首小奏名曲的第一个乐章 FIRST MOVEMENT 从Cenatina No.1 in G 其实这首歌就是这位作曲家 Mr.Edward 作给那些学生去弹的 很有教学的目标 所以又不是太难 但又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你会知道 右手是right hand melody 左手就是伴奏 好了 Accompaniment 你读一次? Accompaniment 对 right hand melody left hand accompaniment 那我们就要注意个balance Balance的意思就是 旋律要突出 半周就要含蓄一些 轻一些 就不是说 Balance就是平衡 两个手一样的大声 绝对不是 Balance要做得好 melody要突出 Accompaniment要轻 好了 接着我会建议学生 会先弹和弦先 虽然现在 scales是不需要考的 对不对? 很多学生都是弹四首歌 我都说建议 你记得G major scales 记得要弹一下 有F sharp的 拿一下key sense 先 那你记住 right hand上行的时候 要做thumb preparation 接着到左手下来的时候 到左手要做 收拇指弓 令到摺拌位会好些 如果你的手指弓不动的话 突然间 就交了重音下去 就不要听了 左手 descending 就做定准备 手指弓要挖入的 对了 所以scales一定要练习 虽然不用考虑 也要弹 G major scales Dó Mi Sol Mi Do 再弹上G major chord 再弹上 顺便弹上 relative minor E minor 可以吗? 也可以 认识E minor 因为在第六小节 左手也有E minor chord 好了 刚才我说 左手除了要弹这个 Dó Sol Mi Sol 好像Alberti Bass 的accommonement 这种弹法 就叫Alberti Bass 这种伴奏 好了 我们要认识一下弹曲 少少都要认识 不要说 二级就慢不用学 不是的 快点学 早点学 那就会对音乐更多感觉 好,我们先看看 G major Key signature 有个F-sharp G major chord G是tonic 你会看到 刚才你说 他为什么要写个I字 其实就是 罗马数目字 这个好似个I字 这个其实是一 G major 第一个音是G 就是tonic Dó Mi Sol G B D Dó Mi Sol Tonic chord 接着我们还有Dominant Seventh 这个是五字 G major 第五个音 G A B C D 是不是五 Tonic Dominant G A B C D 所以第五个音 就由D音开始 Dominant Seventh Chord D F Sharp A C 五七和弦 没错 起码都要学会这两个和弦 然后呢 左手就可以这样练了 Tonic Dominant Seventh Tonic Dominant Seventh Dominant Seventh Tonic 第一个chord G major 第一个chord 就是G E minor 好像暗了一点 对吗 对吗 第二个chord 好像暗了一点 对吗 没错了 第十二小节 这里就可以弹D major chord D major chord 接着去到第二十小节 跟开头一样的 G major chord 第二十一小节 G major chord Dominant Seventh 说完 chord的名字 G major chord Tonic chord Tonic Tonic第一个chord Dominant Seventh 接着 E minor chord 第十五小节 接着回到Tonic 好 知道 左手的伴奏 可以做了chord 的accommodement 都是一个弹法 接着就拆开它 做Broken Chords 分解和弦 留意到左手和弦的chords 看看Time signature 有个C字是代表什么意思 Combantine 普通拍子 Four four time Four quartet beats in a bar 每一个小节 是会有四拍的 接着呢 这个是第四拍开始的 那是叫做Upbeat 即是轻重 四拍的歌的节奏 怎样数的 One Two Three Four 第二四拍是轻一点的 第一拍就要加多些下去 第三拍也要重一点的 千万不要这样数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 这样叫拍子出来就很难听了 所以记住要唱着拍子 还要顾起轻重的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Four One 唱拍子 不要叫拍子 或者讀拍子 另外就是比较难一点的 就是这首歌的articulations 我建议学生这几个音可以连着 接着就要做Lonegato touch 左手做Lonegato 然后起手分句 断开Lonegato Grace Note 主音在A中 不要弹到 不要粒粒的一样 你看到它小 就弹小声 主音在第几段 downbeat 第一段 接着休息 就是说你的分句会在这里分的 对了 你刚才说得对了 是Four Bar Phase 四个小节 一句 对了 你看到有slur 你就连着 没有slur 你就做Lonegato Lonegato Line Smooth 然后收了句之后 你就要休息 再下MF Messo Forte 即是这首歌articulations 要很留意 左手就是做Legato touch 就不需要太担心 哇 左手要不需要断了 千万不用 表情在右手 articulations 咬字、吐音法等於我們的標點符號、語氣 所以如果articulations 很豐富的話 首歌很有表情 所以你覺得好聽 如果整首歌都是一樣的 整首歌都是彈薩力加圖的 那就比較悶一點 dynamics 大細聲方面有forte 這些是意大利文來的 forte loud 很精神 piano soft 還有沒有什麼 meso forte medium loud 然後又翻回來 很精神 跟第一段一樣 forte loud 然後也是很精神的結束 速度、tempo changes 方面 有poco retardando 少少自慢 即是這裏是一樣的速度 Tempo是回復原本速度 in time 記住每一次翻翻原本速度 之前都要休息 就像在唱歌一樣 首歌就會很好聽 然後留意一下fingering指法 也有tie連結線 感受一下長音 然後再休息 繼續彈下去 還有些rest 記不記得這個rest叫什麼名字 quartret rest 四分休止符 休息一拍 這個好像桌子一樣 minim rest 二分休止符 休息兩拍 對 對 有grace note 即是裝飾音 ornaments 然後左手有chord 對嗎? 這首歌是什麼key G major 對 然後又有f-sharp 又有c-sharp 轉了去d major 又轉了去dominant 轉了去dominant key 第五個key 就是d major 所以你會看到 有f-sharp 又有c-sharp 然後又回到g major 知道嗎? 所以它有轉調 轉調的英文懂嗎? modulations modulations 好 我們就學著這麼多 不要以為 你學教這麼多這些東西 是很高級才學 不是的 我們初級的時候 已經要認識 有這些概念 整首歌都看完 認識它 還有 我們還有個hold rest 健身就整個班不用彈了 英國人就叫做semibreat rest 全音休止符 全個班休息 這個呢? 好像七字一樣 quave a rest quave a rest 八分休止符 休息半拍 對了 我們現在要來混雜一下 musical terms